在大陆召开五中全会的时候 美国派军舰经过大陆两个人造岛礁12海岭以内 等于是不承认大陆临海主权 引来大陆严正抗议 不过美国事前有先通知了周边国家 台湾事前有没有收到讯息呢 对此国防部没有否认 也强调我国近年来都持续强化南沙太平岛的防卫 针对南海的问题 国防部都能够持续的有效的在掌握中 美国驱逐舰寻意南海有先通知周边国家 台湾事前知不知情 国防部口风很紧但没有否认 起码我没有看报纸知道 你不是看报纸知道 也就是说美国他有透过某种形式上的通知 中华民国政府对不对 我不以置评这些事情 我只跟委员报告我是知道一些事情 中国道路在南海填海造路 美军27号派遣拉森号驱逐舰 以航行自由名义经过两个人工岛礁12海里以内 显示不承认大陆在南海 人工岛礁的临海主权 引来大陆向美方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紧张态势升高 台湾一不小心可能被卷进风暴之中 南沙太平岛的防务显得更重要 只要不引发区域的冲突 你赞成吗 稳定我们都是乐观启程 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强化太平岛的军事防务 不管机械的巡异 我们一直在做 前一段时间我们才刚做完 没有停过 就是因为南沙是我们的主权的岛屿 南海局势不稳 加上共军可能在2020年完备犯台战力 外界认为国防预算应该要再增加 国防预算我们一再持续的争取中 强化我们整体的战力 是我们国防部应尽的最主要的一些责任 所以我们一直在做 南海争议台湾很难自扫门前选 美国可以选在大陆五中全会的时候 进入南海 不但落实亚太再平衡的战略目标 也希望在11月APEC前 缓和南海周边国家 对中国大陆积极扩张的不安 约定TV续为你之刚 特别报道